大家好,我是未來 今日未來想和大家繼續玩玩玩具這個玩家 今期未來想和大家玩的就是這隻Figurma的強直裝甲Guyber 1號機 這隻我個人覺得是做得蠻好的 但也有些問題 今次未來,這隻可能中了一副 中了什麼?就是這樣 等一會和大家講解 作為231號號號號號 現在來看印象金出到400或500 算是比較早期的產物 開箱之後 拍入眼簾的就是 替換胸甲 還有外部的 鴿甲未穿裝之前的機身器 就是兩把高震動粒子刀 應該叫手刀也可以 這樣就好了 開箱之後 開箱之後 就... 等一會吧 不然我移一移個位置給大家看看 那為何我未來會說這隻 可能中了伏呢? 現在就來講一講 因為這隻 近期是有出過一隻廠貨 所謂廠貨應該是 日本出完這隻之後 那個毛巨留在中國廠 然後中國廠那些不發商人 就用來私底下加工去偷印這批產物 然後流出市面 這一隻 未來是在一個泰國買家那裏買的 在EBASE 我問他是不是 闖貨或假貨 他說這隻早期產物是沒有假貨 即是沒有闖貨 這樣呢 未來就 都是抱著中獎的這個問題 入了手 大家看看 這隻眼睛很明顯 是跟原版有些出入的 原版的話正常應該 大概是 等一會吧 這個頭殼頂的尖尖位 是遮到鼻樑這裏的 眼睛呈成這樣 我用紅色的位置遮住 看到嗎 一個類似零型 這樣 大概是遮住 變成一個類似零型 才是正版的賣相 但是呢 未來這隻手 玩起新的手感是OK的 但是 會不會是真的初版的質量問題 這裏沒有黏穩 我就不知道了 我個人覺得面相來說 其實都 再說近一點給大家看 是OK的 至於你說 躺不躺貨 其實 或者假貨 自己玩得開心就行了 反正我未來呢 就覺得我這隻眼睛是中了一伏的 但是我都接受到的 因為 因為 先來玩一玩它的可動 腰部 腰部 是很實的 如果 因為 因為未來以前 在一德路都有買過 這類型 Figure Ma 的假貨 如果國產的關節 沒有可能會有這樣的流暢度 即是 鬆緊度 大家看看 是不鬆的 一點都不鬆的 是很實的 腳 腳的可動 腳的可動 作為 231號的 Figure Ma 這隻可動性 現在來看 已經屬於比較偏差 尤其是膝蓋這個關節 就是 這隻 剛剛掉了這塊 甲 就是這樣 腳的可動 那 泰國買家說 這隻是他的倉底貨 就是幾年前 賣剩下來的 可信 程度 我個人覺得 是十分之低的 很有可能 就是 近這兩個月出的 批次的 假貨 那 很奇怪 一件事 街霸2號機 和3號機 手刀 是鬆得 但是 這隻呢 很實的 很奇怪 頭上的尖尖 也是 跟 之前的3號機 和2號機 一樣 都是可以拆出來 反正未來就不計較了 我個人覺得這個面相 其實都可以接受到 即是 無論是 假貨 還是正版 都好 我個人覺得 都是可以接受的 基本就是這樣 那 就 再來看看 主體玩完了 就來玩玩配件方面 配件方面 就有 這個 這個 那個空格 那 就 兩邊左右手的 這個高震動粒子 刀 還有 還有 手型 24 6800 對手型 加一顆替換關節 而且呢 為何未來覺得 這隻有可能 不一定是廠貨呢 也有可能 真的正版的質量問題 就是 這個 支架 有做了這個 高屋糧樹 各村書店 這一個名 如果各產的 他真的不可能 做得這麼精細 就是這類的 資料 位 那 就 再來看看 Gyber這個 胸口 的 打開這塊 這裏都好實的 那 就 是這樣的 那 有些人問 他正常應該 這裏是綠色的 為什麼會變白色呢 是的 他是正版 即是初版第一批 那時候 我都聽過人家說 他是 出廠的 錯誤設置 導致他胸口 這個 叫什麼 叫什麼 胸口炮 是 變了白色的 這個是 那個叫什麼 通病來的 那 我拿回來之後 我又用那個 叫什麼 馬克筆 把這個 邊邊的 擁有線 兩邊都擁有線 我覺得 好看很多 那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 好啦 下期再和大家分享更多玩具 拜拜 拜拜